那我们两个是2021年今年开始做Airbnb的 我们为什么开始做Airbnb 我们在这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挑战 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诉说一下 我们的Airbnb创业史 整期视频干货满满 大家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哟 大家好我是TC 我现在在西雅图亚马逊总部就任资深产品经理 大家好我是四位也可以叫我小秋 我曾经在亚马逊西雅图总部担任资深产品经理 那我们在讲亚马逊卖家的创业史的时候也说过 其实我们对财富自由对income stream的思考 是从一场旅行开始的 我们当时决定去坦桑尼亚和动物大迁徙 回来之后感触颇深 于是我就准备请长假 然后辞职开始我的精神层面的发现之旅 然后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开始做了亚马逊卖家 开始做了Airbnb 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是如何开始Airbnb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什么 那视频会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我们是如何开始的 第二部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的经历 第三个部分是我们的学习和分享 如果对艾比莹感兴趣的你一定要坚持到视频的最后哟 可能大家脑海中创业都是一个非常detail oriented process 你可能会做很多调研 你可能会做很多研究 然后你可能会做很多分析 然后在这些分析调研研究之后 然后你决定这个东西是可以做的 然后去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对于我在亚马逊做产品经纪 这个过程可能是apply的 做任何事情之前 你都会需要去做一个business plan 然后去研究这个事情 你profit会赢多少 但是对于我们Airbnb创业这个事情来讲 我觉得我们其实是比较随信的 我记得其实真实的story是 我们那天好像就在我们家附近一个湖 然后散步 然后我们当时就看见了一个open house 然后我跟小秋是一种特别喜欢看open house的人拼吃 主要是小秋喜欢看open house 天天拖着TC去看open house 对对就是有看open house这个习惯 我其实一直都不知道open house可以当成一个习惯 但是后来就是小秋上海人之后 我才发现有这个现象的 如果观众朋友里面有上海人 你们一定非常理解 我喜欢看open house这个优秀的习惯 对对对 anyway我一直以为open house是 你要买房你才会去看 但是后来才知道这个可以当happy的 兴趣爱好 对然后当时我们就看见了一个open house 然后我们就去看了 然后觉得这个湖附近的open house本来就不多 然后再加上这一个又是崭新的一个新的construction 然后价格也很合适 就当时看完以后就觉得很心动的 非常心动 然后我们是那种比较速度比较快的人 就是说觉得那个房子还不错的话 那就请我们agent来看一看 我们当时第二天就请那个agent去看那个房子 然后我们那个agent也就是一个非常非常experienced的一个lady 然后她就觉得这个房子也还不错 对不对 其实我们当天就跟我们agent说我们对这个房子非常感兴趣 想要下offer我们agent是非常负责任的 他决定要看一眼 然后他觉得位置各方面都挺好的 但他要真人看一眼会觉得比较保险一点 所以第二天早上就约了一个最早的可以约到的时间 然后我们就一起看了一眼 对 然后我们第二天看了一眼之后 然后我们的agent也觉得这个房子还不错 第三天早上就下了一个offer 因为那个房子是新construction 你只要下一个offer 然后你match他那个asking price 他其实就会consider 然后很有可能accept 所以我们当天中午 也就是我们看房的第三天中午 然后他们就accept那个offer 因为房市比较火 然后我们就动作快一点 在西雅图买房的小伙伴知道 现在房市火到 所有的房子都是要抢抢抢offer那种 但是其实new construction会稍微好一些 就是如果你看到了你先下offer 因为小区里面可能有几套房子要卖 所以其实builder可能会 就是看到谁先下offer 如果没有要砍很多价钱的话 他可能就很快的accept这个offer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运气还挺好的 首先我们觉得这价位挺合适 我们并没有砍价 其实之前买那套房子 有一个人下了offer 但是他砍了一些价 所以他跟builder 其实在negotiate的过程中 可能builder看到我们下了一个 完全没有砍价的offer 就决定accept我们 然后我们当时其实pre-approval 还在就是申请的过程中 我们交了一个之前类似的pre-approval 然后他们也就接受了 然后很快我们就达成了这个一致 然后这个process就进行的非常的快 当时我们买房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想要去做ambamb 我们其实当时买房的时候 甚至要拿这个房子干什么 我们都没决定 对我都开始问周围的小伙伴 有没有人想要租我们这个房子 然后我想说租出去 只要能cover mortgage 我觉得它的升值空间还是有的 因为我们自己住在这个area 我们很喜欢这个area 我们其实买这个房子一方面 是我们很希望能把这个area 这个lifestyle和别人share 把这种energy这种lifestyle share给大家 但是其实我们当时还没有想到要做airbnb 我们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opportunity 当时其实买房有个很重要的consideration 房子它其实是一个抗衡inflation 很好很好的投资 为什么 两点 第一是房子它的appreciation 增值它是会随着inflation而增值的 第二 买房的时候你会借很多mortgage 你每个月可能会需要pay两千三千块钱的mortgage payment 这个mortgage payment是fixed 如果inflation一旦涨 你的mortgage payment不会涨 而你因为mortgage payment不会涨 你交的那个mortgage real value其实变少了 比如说你交3000块钱mortgage inflation一下是5% 你明年交个3000块钱 其实是比今年交3000块钱要少很多的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你是赚了的 我们当时其实就觉得现在inflation还挺高的 然后房地产是一个这么好的去解决inflation 一个投资渠道 然后当时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consideration 这是TC的consideration 不是我们的consideration 我们两个是性格非常不同的两个人 对我来说就看到这个房子 我一进去我觉得这是个好房子 然后我就想买 我就不管它赚不赚钱 不管什么inflation investment 就是我喜欢我就想买 然后TC它可能就是这个房子的表面是不能吸 吸引它的只有它的投资价值才能吸引它 只能说我们非常幸运的是这个房子我也喜欢 对它来说也有投资价值 我们之前也看过其他各种房子就属于我喜欢 它觉得没有投资价值 然后我们就是怎么样子都不能达成一致 所以这一套房子也是非常幸运 对那至于我们是怎么样就是做Airbnb的 其实我觉得当时好像从我这一方面来说 我是查了一些资料 然后发现短租Airbnb比长租 其实income是要多1.5-3倍的 所有网上都是这样讲 就比如说一个房子你租出去 比如说3000块钱一个月可以租长租 但是如果你租Airbnb的话 那也就是1.5乘以3你就可以租成4500-9000这个Range in terms of就是如果你做短租的话 我就觉得那个return是非常attractive的 再加上我们之前不是已经在做亚马逊卖家了吗 然后在做亚马逊卖家这个过程中 我们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我们就觉得如果我们去做Airbnb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说getter the same amount of learning 我们对这个learning以及这个income非常非常attractive 这也是刚才我们就是决定为什么我们不长租出去 而是做这个转租的原因 对我来说其实我从小就有个酒店民宿梦 就是我一直的梦想就是成为学习酒店管理这个专业 然后以后拥有一个自己的民宿 然后可以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些体验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属于梦的开始吧 就是如果我们可以尝试做Airbnb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我们其实也就是一个random walk然后找到一个房子 然后我们决定把它买下来 最终我们也看这个房子该怎么用的时候 然后就决定去做Airbnb 大概一个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完全没有什么planning 当然这是我们后来学到的其实也就是说你其实这个过程其实是需要一点planning是比较好的 我觉得一个很大一个学习就是说对我来讲就是买Airbnb房子这个过程其实是需要一个process的 什么样的process就是你要去forecast你的earning 具体怎么forecast 你要算你每个月买下这个房子以后你做Airbnb你可以赚到的钱 以及你每个月买下这个房子以后你做Airbnb需要的花销 打个比方如果你看上一个房子你可能就会需要去Airbnb那个app上去找那个房子类似大小的房子 他们一个月做Airbnb大概是多少钱一晚 以及他们每个月有多少碗是租出去的 然后你去根据你拿到这个data去算大概你每个月可以挣多少钱 这就是你的income 然后你还要算就是说大概你每个月的房贷如果我是down payment 25% 3% interest 每个月的房贷每个月的taxes每个月的supply是需要多少钱 大概估算出来其实你是知道每个月你的总收入以及收入减去你的expense之后的那个profit 然后你再用那个profit去除以你最开始买那个房子所需要付的那些down payment 以及那些sorting那些furniture expense 你就会大概算出一个你的return on investment 其实我们之后学到了很大一点就是说这个process是需要go through的 你只有go through以后你才知道这个process 你买这个房子到底会不会达到你return on investment的exploitation again这些学习都是在tc的大脑中就刚刚听的过程中我也是一头雾水 所以如果你没有听得特别明白的话没有关系只要你喜欢就可以 我感觉在这个过程中我最大的learning有两个 一个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特别轻松的 就是在做所有事情的过程中你都会有很多学习都会遇到很多困难 然后都是需要付出努力的就比如说做airbnb 它包含了你要打扫卫生啊如果你记不打扫 你要找人来打扫卫生啊然后顾客会问很多问题啊 然后你要保证他们有很好的体验啊你要在这个过程中设置很多小的惊喜 给顾客啊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你需要付出努力的 第二点就是每个人的工作态度工作状态是很不一样的 即使是夫妻我们两个以前也一起在公司里面工作过 然后也一起生活了很久你在做这样子一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还是需要磨合的其实也能更好的互相了解 即使当中可能会有些摩擦但总体来说还是一个很好的 互相了解的机会和长期来说可能会让感情更好吧 那你说到这个东西其实也和下一个我们要说的挑战联系在一起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说我们遇到了挑战吧 买airbnb之前其实我们都没有意识到我们我和小秋之前的这个difference 就是我们对待一些deadline的serious list 其实很不一样 比如说就是说如果我看中了9月30号之前一定要做好某件事情 那我真的就是会pull all the stops 哪怕不睡觉也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而小秋可能会更加balance一点 然后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你花九牛二虎之力 你也达不了这个东西的话 那其实postpone一下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是我们两个的对生活的态度和对工作的态度不一样吗 我可能觉得生活更重要 就是我觉得enjoy life是最重要的 我在这边赚钱工作其实都是为我更好的enjoy life 而TC觉得这个做这个事情更重要 就是他认为就是如果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deadline 我们必须要去meet这个deadline 我们应该要付出所有的effort 不管生活中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我给自己设定了这个期限 我就一定要在期限内完成 所以说其实是可能我们两个这个小小的价值观不同的一个碰撞 对我觉得具体反映出来的就是我们其实大概是 4月底就是5月初买好这个房子 我们当时设个那个deadline是6月初就要去完成这个房子的那些装修啊那些东西 但是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work 我们6月初没有达到 然后我们设个是7月初 然后但是因为这个过程中我们两个事情都很多 然后小邱他有很多考试啊之类的东西 对主要是因为我我们是一个4个学期制的学校 6月底其实是一个第二个学期的期末考试在那个时间 所以说其实那个时间我真的是很忙 我这个学期上9门课 大家想想9门课20几个credit 就是我以前大学研究生都没有在一个学期内读过这么多的credit 而且这还是4学期制 也就是这个credit是在2到3个月之间完成的 所以其实真的是忙到绝望 然后我们订的那个7月份那个deadline小邱就觉得达不到 然后但是我们已经从6月份拖到7月份了 然后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信心的人 我就觉得不管怎么样都要达到 然后这个过程中就造成了很多很多turn 我觉得如果回想这件事情 如果当时我们就把这些timeline就是说买下这个房子5月初 然后未来两个月timeline给我搞清楚 以及align就是我们对这个我什么时候launch Airbnb 这个seriousness 其实我们这些矛盾是有可能被避免的我觉得 怎么避免了 所以我想说的是就是说买Airbnb一起去做一个这样子事业 也就是一个很小的创业的过程 其实是很会反映出就是说夫妻之间的一些默契与矛盾的 工作伙伴之间不一定都是夫妻 对对工作伙伴之间的一些默契与矛盾的 而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你要有这样的期待值肯定会反映出问题 然后要有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性 其实这个过程中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了解 当然是对彼此的了解也是对自己的了解 因为其实以前在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 这种问题可能遇到的就没有特别多 因为就是公司里面时间可能设的更紧一点 然后你可能是必须要完成你就会完成它 因为毕竟是个工作你是get paid 但是因为这Airbnb是一个自己的事业 所以你可能就觉得它有很多弹性的空间 对我来说这个弹性就是很大的 可是对TC来说这个时间弹性是几乎没有 所以说大家可能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 也可以了解一下自己对这个生活 对工作对不同事情的弹性到底有多大 对然后还有一个挑战我能想到就是装窗帘 我们那时候5月初的时候 其实我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就是说整个装销Airbnb过程 然后最后把Airbnb那个房子放出去 最长的那个pole其实就是装窗帘 因为我们买窗帘的时候是热气 你首先订那个窗帘 然后去订跟你家窗户 尺寸相符的那个窗帘 就需要大概6至8个星期 然后6至8个星期以后 你还要等几个星期 让它去帮你去装这个窗帘 所以其实我们给很多对Airbnb 感兴趣的小伙伴个忠告就是说 start这个窗帘那个process early 我们当时还是买了房子close了 之后两个星期才去开始这个pronning 那个process 所以现在想起来就是说那个process 真的要很提前很提前开始 对我觉得TC想说的就是对一个客观timeline的一个了解 第一点是对我们两个个人心中timeline了解 第二个是客观上有很多事情可能不能达到你心目中那个timeline 是因为我们对这件事情的不了解 然后这个其实也主要是因为我们两个非常的不handy 很多handy的小伙伴可能自己去home depot 然后买个窗帘 踩踩踩踩踩 网上一装就结束了 可是因为我们两个是手工能力特别差的两个人 所以说我们很多事情都要靠就是他别人来帮我们量这个尺寸 然后别人来帮我们就是装上去 你要约到这样子一个specialist 这样子一个有特别skill set的人 其实可能需要根据他的schedule 如果正好又是在5月份这样子忘记 那可能就要需要一些时间 那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视频分享的内容 首先我们在做这个投资考虑的时候 当然我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我是靠我自己的冲动 是一种对这个东西喜爱而做的决定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整体中有个像TC这样子 他会去理性思考做分析的人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决定 还是相对比较理性的 我们也推荐大家在做一个投资决定的时候 可以有一个人或者可以有这个理性分析的过程来帮助你做一个更好的投资的决定 那第二点也就是我们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首先是一个对自己的了解和对彼此的了解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更知道自己是一个 比如说偏感性偏理性的人啊 我们对时间的flexibility的弹性度会有不同的认知 如果你已经对自己和彼此的了解非常深了 那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你就会有一个很好的expectation 第二个挑战其实就是对客观的时间 客观就是很多efersize的一个认知 可能我们之前因为对买房的经验都没有这么足 所以我们可能在庄家聚装窗帘方面 对这个时间的长度啊 对这个能不能约到相关工作人员的时间了解不是这么透彻 导致我们可能会比我们想象中要慢一些 当然如果你是非常handy 你自己可以完成其中很多事情的话 可能这个也不会影响到你 只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挑战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到比较重要的一点 其实是如何分析这个投资房产的这个概念 TC刚刚也简短的说了一下 之后我们也会专门做视频跟大家分享 如何来一步一步计算房产投资的一个回报率 对在你做airbnb买这个airbnb房子之前就其实已经可以算好 大概这个投资会给你带到什么样的收益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对airbnb 对亚马逊卖家 对财富自由 对产品经理 对科技公司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们 如果你对我们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请订阅 点赞 开启小铃铛 并且把我们的视频分享给你的好友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见哟